起初的时候 陆尘并没有在意 可有一日 陆尘修炼出神的时候 两枚猿鹰居然出现了离体而出的征兆 猿鹰离体 乃是初翘期高手才能拥有的实力 只有达到了初翘期 猿鹰积蓄的法力 才能使其离开本体并不受到伤害 一般的情况下 猿鹰不会有这种自主的意识存在 除非达到了初翘期的境界 修士自行能够感悟初翘法则 难道达到初翘期了 陆尘疑惑的皱起了眉头 不过 玄技他打消了这个念头 不会 天地法则怎么会允许有人直接从金丹境界 跳过猿鹰达到初翘期的境界 那这是怎么回事 诡异的现象就连陆尘自己也无法说清 大眼先觉也没有关于这种现象的记载 司马列也从未提到过关于原鹰的隐秘 这样一来 陆尘更加迷惑 罢了 距离成鹰之日已经不远了 还是先度过六九天节再说吧 想不通就不想 陆尘重新收拾心情 有时紧闭 体会无上修真大道的奥妙 而与此同时 就连陆尘也没有发现 在西南海域上空 一朵乌云正以缓慢的速度 在海面上空凝聚着 归原灵秀风 徒威正经威坐在殿堂高椅 脸色铁青的 看着下方一个个气势不凡 但却胆战心惊的部署 久久不能说出话来 笨蛋 一群笨蛋 二十年了 整整二十年 朱老的七级传音阵都已完成 你们却一直找不到陆尘的下落 他难道逃到了仲仙玉不成 愤怒的咆哮声 从徒威口中喷勃了出来 阵的巍峨的大殿晃动不已 旗下数十修士闻声之下 慌忙的败倒在地 哼 笨蛋 徒威冷哼了一声 目光转向王通 沉声道 王通 你的主意最多 难道还想不出办法来 这 王通苦涩不已 这些年无论是阴谋阳谋 办法想了无数个 但没有一个奏效 陆尘等人仿佛人间蒸发了一样 没有半点消息 他也想在徒威面前有所建树 只是绞尽脑汁 也想不出逼陆尘等人出来的办法 苦思了一下 王通灵机一动 上前低声道 回大人 那洪荒妖王龙岩的异地圆猛与陆尘关系匪浅 若是 徒威听到一半 马上摆了摆手道 不想 银宗大猿王 暂时不能动 徒威顿了顿道 你有所不知 神兽一族血脉相济 外仙玉妖宗已慢 实力不凡 若是万一让外仙玉察觉到 有神兽一方血脉死去 恐怕会多生事端 黄通长叹了口气 正当这时 一名修士火速冲进大殿 拜倒在地说道 大人 朱老传言回来说 奇迹传言阵已经打造完毕 好 徒威 哼的一声 站了起来 所有天水宗弟子听令 立刻前往修罗摩海 是 修罗摩海上空 汇聚了大量的修士 巨型的翻舟 重星拱月般的 出现在海平面上 徒威迫不及待的 从飞行法器上跳出来 挥手间 在平整的海面 分开一道 通往海底深处的通道 修罗摩海深处 直径达数十米的 巨大圆形法阵 散发着五光十色的异彩 在法阵的边缘 老者 朱颜 神情激动的 等待着主人的降临 一道灰光 以奇快的速度靠近 感受到熟悉的气息 朱颜 眉毛一条 顿时败倒在地 离着老远 便喊道 老仆 幸不辱命 供应三公子 徒威带着孟家四将 近百修士突飞而至 身形与海底微微一顿 赞赏的点了点头 嗯 朱颜 马上与龙潜星联系 我要见父亲 是 朱颜领命站起 所有人皆是神色激动的 观望着神迹一般存在的 七级传音阵 在外仙狱中 除了距离较远的黄极星 需要此种庞大的法阵 来互通消息外 很少有宗门 或者势力会不惜巨资 使用这等强大的法阵 毕竟 开启七级传音阵 需要极多的物资消耗 光是人员组成的要求 就极为苛刻 再加上所需要的时间等等 朱颜受命建造的七级传音阵 涌进了仙灵大陆上 所有的极品灵石 甚至连魔镜城 司马列留下来的 上百块极品灵石 都消耗一空 七级传音阵建造时间 维持21年 足足消耗掉朱颜自身 180年的修为 轰隆隆的一阵响 108块法阵石刻旋转而起 刻在石碑上的金色符纹 突然明亮了起来 多目的强光在108块石碑 以不同方向旋转所产生的 无数种诡异变化之下 整整九道圆环光芒 冲天而起 法阵中央 原本五级传音的明刻 早已修复完毕 散发着亘古悠然的气息 一缕缕夺目的五色光彩 直冲天际 产生一支巨大的 圆形能量光束 光束破开云层 万缕霞光降临凡事 一股股浓郁的灵气 弥漫到整个仙灵大陆 东西二洲修真界 无数修真者 从自己的修炼动物府中 飞出 震惊不已的看着遥远的天空 一股强烈的压迫感 席卷心头 哎呀 那是什么 好浓烈的天地灵气 想必应该是 图威在修罗摩海建造的 七级传音阵 果然大气磅礴 七级传音阵 连接龙浅星的强大伐阵 没错 一名知晓近些年 仙灵大陆风云变幻的老者 点头道 听说这七级传音阵 耗费了仙灵大陆 所有地下的极品灵石矿卖 为的就是与龙浅星建立联系 周围修士不由色变 惊骇道 陆尘得到仙气的事 恐怕要传到外仙域了 众仙域 内仙域 外仙域 天地 玄黄 以及奴星的划分 近些年来 已经不是秘密 外仙域强者的到来 为仙灵大陆 翻开了新的历史篇章 修罗摩海海底深处 图威 焦急地搓着双手 不断地在法阵外围 来回地躲着步子 神态焦急到了极点 身为黄金星第一大宗门门主的三公子 图威比任何人都要了解七级传音阵的恐怖 自己为了火速将事情传达给宗门内部 得到父亲的重视 他所冒的风险不可谓不大 以七级传音阵的法力移动扩散程度 恐怕用不了多久 附近外仙域的修真 会马上感应到仙灵大陆这颗奴星的存在 并派人前来查探 图威的身后 冯敬之 朱元 孟家四兄弟 以及上百天水宗弟子 单膝跪倒在地 静静等待着来自宗门的消息 片刻之后 乌云翻滚的天空 降下一道乳白色的光芒 修罗摩海上空 一道伟岸的身影 徐徐浮现了出来 影像中的老者 鹤发童颜 一身古朴秀乐长衫 随风飘动 这老者的影像 正是身为出窍后期的高手 幻化出来的法相真身 本尊之外的法体 借助七级传音阵的庞大陵里 出窍期高手 可以短暂的在传音阵内 浮现出自己本尊之外的法体 属下参见宗主 屠威身后 冯敬之 朱颜等人见到老者 表情立马变得肃然起来 恭敬出声之际 声音之嘹亮 整齐 无不说明老者身份之高贵 出现之人 乃是龙浅兴第一大宗 天水宗宗主 屠雄 屠雄撇过众人 面色不改 冷淡如常 目光停在屠威身上 声音浑沉道 威尔 居然是你动用了七级传音阵 你知不知道 你引起多大的轰动 诶 你在什么地方 屠雄发现了屠威身后的景象 并察觉到灵气的稀薄 多为惊异地问道 屠威忙道 欺禀附近 孩儿在域外星球 发现了一处未经开发过的奴星 现在就在此颗奴星上 未经发现的奴星 屠雄冷淡的面孔 骤然起了一丝微妙的变化 仿佛冰冻万载的冰山融化了一角 显出些许喜悦的神采 没想到你运气这么好 在域外星空游历了三百年 居然让你发现一颗奴星 屠威察言观色 脸色顿时异喜 忙道 回附近 这颗奴星没有外星御高手涉足 孩儿已经命人打造传送阵 只不过此地的矿产太过贫瘠 用时需酒 屠雄皱了皱眉 问道 为何不先行建立传送阵 却要劳实动众地打造七级传阴阵 你应该知道七级传阴阵价格不菲 怕是朱颜耗费了不少的法力才完成的吧 屠雄看了看朱颜 朱颜不敢作声 屠威点头道 父亲说的是 不过孩儿在此地发现一件事情 为了及时与父亲联系 不得已而为之 哦 什么事如此重要 回父亲大人 屠雷言辞一顿 平复了一下激动的心情 玄机说道 父亲 孩儿在这颗奴星上 发现了一名修士掌握着两件仙器 什么 屠雄淡定的神情终是被屠雷一句话改变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屠雷心下暗爽不已 心道 这次该看中我了吧 我屠雷还是你眼中的废物吗 想到这里 屠雷道 父亲 孩儿是说 这颗奴星出现了两件仙器 你孩儿所见 应该上古时期大战仙人一落下来的法宝 仙器 居然是仙器 还是两件 哈哈哈哈 威尔 你功不可没了 威尔 快告诉威夫 这两件仙器在什么地方 屠雄无比激动 眨眼间将对屠雷的不满抛在了脑后 屠雷道 回父亲 这两件仙器 为一名金丹后期修士所有 嗯 胡雄面色一致 不悦道 人在哪里 还不带上来 给威夫看看 这 无微愣了愣 惭愧道 回父亲大人 孩儿无能 至今 孩儿还未找到此人下落 没找到 胡雄愈怒道 区区金丹后期 你都对付不了 无微全身一颤 汗水滚落了下来 知道老人已经发怒 赶忙解释道 父亲大人请息怒 非是孩儿无能 只是那人手中 只有的仙器 其中有一件是空间法宝 而且 此人极为狡猾 不久之前 已经将仙器认主 那仙器法宝 防御力极强 就九合冰原剑阵 都无法撼动 一丝一毫 实在让孩儿 束手无策 不过 父亲请放心 孩儿已经统治了 此刻奴星 并调动所有人手 全力搜捕此人 相信用不了多久 此人一定会出现 两件仙器 还有一件是空间法宝 吴雄觉得 自己的脑袋 都有些不够使了 仙器何等珍贵 放在以往 图雄 即便是知道 什么地方 有仙器的存在 也不敢往生 抢夺的念头 因为 那些留有仙器的地方 无一不是 天极修真兴的存在 像图威发现的 奴星会出土仙器 这样的事 简直是骇人听闻 然而 奴星不仅出土 两件仙器 更有一件 还是极其稀少的 空间法宝 这是何等珍惜的存在 图雄冷静的 思考了一会儿 突然喝道 威尔 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 马上去给我将此人 找出来 只要你找到仙器 威尔 不仅可以让你去 玉宝阁静修 还可以答应你 待威尔 达到分神器之后 把天水宗 交给你管理 胡威尔 胡威要的就是这个 文言之下 陡然狂喜 并恭敬回道 请父亲大人放心 威尔 一定尽快找到仙器 胡雄又说道 此事不可大意 你动用了七级传音阵 奴星的灵气 已经传入到外仙狱中 有多少修饰发现 连为父都无法说清 事不宜迟 为父马上派华天过去 你拿好两天吃 华天会很快的找到你 助你一臂之力 华天 胡威心下一阵 华天可是自己父亲的血奴 实力已达出窍中期 只听图雄一人的命令 绝对忠心的仆从 图雄微微一笑道 你放心 为父不是让华天去监视你 此事办得妥当 为父就让华天跟随你 真的 无微顿时实话 能够得到一名 出窍中期的血奴 图雄想都不曾想过 玄界图雄赶忙谢恩 多谢父亲大人 去吧 无穷笑着扶了扶手 面色一领道 记住 此事不予张扬 就算外仙狱找到你那里 也不要把仙气一事说出去 否则一定会引起外仙欲的轩然大波 到时候 远使我天水宗也无法独善其身 孩儿知道 图雄答道 而正当这时 其后一名猿鹰出其高手浑身一阵 马上跑了过来的 欺禀公子 此地西南某地出现劫云 想必有高手将在渡劫 渡劫 无微屠雄同时一争 是 看样子 应该是六九天节 六九天节 那不是有人要破丹成鹰了 是陆尘 无微神情微变 玄界想到许久之前 陆尘强大的实力还是金丹后期 马上喝道 冯靖之 朱元 孟东 孟南 孟西 孟北听令 你等先行一步 本座随后便来 图雷说完 余下部署 纷纷射出海面 在之前修士指引之下 全速赶赴 蒙雅谷方向 转过身来 图雷深深告了一礼 神色兴奋道 父亲大人 孩儿告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